黑龙江省隋风河口岸境外输入疫情发生以来 隋风河口岸入境人员隔离酒店产生的生活垃圾 以及医疗定点机构产生的医疗废物与日俱增 这些医疗废物处置也成为疫情防控工作重要的一个环节 4月24日 记者对牡丹江医疗废物转运车进行了跟访 在现场看到 隔离酒店的生活垃圾和定点医院的医疗废物 都被装入专业的转运箱 由工作人员进行统一收运装车 然后运往医疗废物处置厂进行高温无害化处理 在疫情来到之前 我们每天的处置量是在5吨半到6吨这样 平均是5.7吨嘛 但是就是进了4月份以后 这个量急剧上升 6吨 7吨 8吨 一直到最高到17号是14吨 目前我们现在的工作时间是早上出车早的5点多钟 相继6点半就基本都出车了 出车就收运了 没有疫情之前呢 我们到下午基本上两三点钟以后就收车了 但是疫情期间这个时间就不好把握了 有的时候晚上8点钟 90点钟 最晚的时候到12点钟 据了解 按照黑龙江省疫情防控指挥部的要求 随分和当地产生的医疗废物需要转运到牡丹江进行处置 据王兆军介绍 随着疫情发展需要 公司增加了转运车辆 车辆从5台增加至9台 同时也增加了转运人员 运力增加后 收运压力得到缓解 因为随分和当时要求我们24小时内必须收回来处理掉 随分和的均衡能将是153公里 来回是300多 然后再加收运时间 光跑道这个时间就得5个多小时 加6个小时 再加室内收运这个时间 这个收运时间占用了我们这个收运的运力 后来我们把这个运力放到这个随分和两台 驻随分和两台车 这样就是倒开了 记者在处置现场看到 转运车辆进入车间后 工作人员将医疗废物倒入球形高温蒸气消毒容器 进行灭菌处理 装完了物料之后 封上舱门进行这个高温蒸气消毒处置 那么按照国家规范要求呢 就是不低于134度 压力呢不小于这个2.2兆帕 那么呢我们就持续消毒10分钟 随后呢进行这个除料 除料之后是要进行破碎的 那么破碎之后呢 这个掺杂就是运到我们那个生活垃圾填埋场 进行卫生填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